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天上美食這個頻道 我是杜師傅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脆炸芋蝦球 我們先把有殼蝦 剝掉殼 之後用凍水沖乾淨 晾乾水 備用 現在蝦沖乾淨水 晾乾 芋頭切片 切柚絲 有鹽 鹽和五香粉 放適量 把芋頭絲拌均勻入味 芋頭絲拌均勻後 放在一邊備用 現在把蝦仁放在砧板上 用刀背 把它剁開 剁開過程不需要剁得太油 保持有少許果粒狀 更加爽口 現在把蝦膠做到現在的程度 就可以了 蝦膠放上適量的鹽 胡椒粉 現在把蝦肉 有300克 胡椒有100克 胡椒有100克 把鹽 把鹽 切到它起膠後 將它用擦搭的方式 使蝦肉更爽口 搭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適量加少許清水 讓蝦膠更加軟滑 有汁 蝦膠擦搭到起膠後 我們感覺到軟硬度適中 就可以了 擦搭好的蝦膠 我們把這個胡椒 和這個蝦膠 攪拌均勻 放上適量的鹽 五香粉 放上少量的胡椒粉 麻油 把這個胡椒粉 把這個胡椒粉 拌好入味後 把這個胡椒粉 把這個胡椒粉 鑽上一個大的玻璃器皿 放入我們剛才把好的蝦膠 把蝦膠 把蝦膠和胡椒粉 拌均勻 把蝦膠搭 蝦膠和糊絲拌均勻後,將蝦膠捲成球形 蝦膠混合了糊絲,炸出來香口爽滑 蝦膠切好後,開一個油鍋 將油燒到溫度大約160-170攝氏度就可以了 拿一張筷子試一試,有少少拋起來就可以炸 炸這個蝦膠,我們最好採用新油 炸的時候不斷把它轉動,讓它更加受熱均勻 中環火炸這個蝦球顏色比較漂亮,也不容易搶火 炸這個時間大約是六分鐘時間左右 炸到它香脆,金黃色 炸成火炸,金黃色蘿 炸出你, Joker,水平 層,水平 炸一彈色重陽 炸的ined子 虾丸 虾丸均匀的时候 把火轻轻调高一点 大约7分钟时间 虾丸均匀的颜色 亦是金黄色 将它放在器皿上 虾丸均匀的效果 就做到现在 这个成品非常香 虾丸均匀 爽滑有汁 鲜味 配上芋头丝 和有五香粉 炸出来的效果 是香脆 我们切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成品效果 就是这样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在家里做些品尝 喜欢这个视频 请大家订阅 分享 点赞 多谢大家的收看 请大家订阅 订阅 和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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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 请订阅 点赞 订阅 转意 转意 订阅 转意 订阅 订阅